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歡迎內力國中陳秋貝代理校長帶來的演講 希望自己的孩子BSD如何作為解放 各位現場關心教育議題的夥伴大家好 好 我是桃園市內力國中陳秋貝 目前擔任教務主任 現場教學年資15年 我是童軍老師 同時也是三個孩子的媽 很多朋友第一次認識我的時候 如果知道我是國中同老師 大概都會問我一個問題 欸 現在國中生很難教齁 我想其實會問這問題的朋友 大概心裡面其實是有答案的 來 我們試試看現場做的調查 在場的朋友 你覺得國中生很難搞的請舉手 欸 有些人不太好意思 但其實蠻多的欸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 其實大家面對青春期的孩子 國中生 覺得他們是很難教的 這個問題其實是很有感的 那我所服務的學校呢 它是一所位在工業區的大型的國中 學生的家庭社經背景落差非常大 那跟很多的都會型學校一樣 家長普遍重視升學考試 那孩子們呢 那孩子們呢 在這個教育會考的升學井窟咒下 三天一小考 五天一大考 真的是家常便飯 我常比喻說 國中生是會進化的喔 七年級是動物 八年級是植物 九年級呢 變成礦物了 那孩子 他在學科成績考試 不斷的面對這樣子的壓力的情況下 他一次又一次的經歷這個挫折 有一些孩子苦苦掙扎 可是更令人覺得惋惜的是 還有一些孩子最終選擇放棄 上課謊神 發呆 考試教白卷 但是 孩子們原本的模樣 應該是這樣的嗎 關於孩子學習沒有動機的原因 我幫大家歸納出這三點 一 考試領導教學 雖然108課綱強調素養導向 培養孩子在情境中解決問題的能力 但是 國中教育會考本質上 還是紙筆測驗 老師在陪伴孩子課程指導的過程當中 無可避免要帶著孩子 大量的刷題 孩子在一次次的紙筆練習當中 他的學習動機也慢慢的被消磨殆盡 再來 過分依賴補習 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國中生 他在放學之後要接著到補習班去報道 那補習班的教學呢 講求速成 進度常常都是走在學校前面 孩子在學習的時候常常是胡倫吞澡 以為自己已經搞懂了 可是他回到學校 他更不會專心聽講 還有喔 因為補習會佔據掉他很多的課後時間 那孩子呢 在這個面對學校的功課的要求的時候 他常常是沒有辦法充容完成的 甚至剝奪睡眠時間 導致 我看到的補習根本就是 爸媽買心安 越補越大洞 三 習得無助感 孩子通常不會一開始就放棄學習 可是 國中階段的學科知識 越來越困難 當孩子 他沒有辦法掌握 適合的學習方法的時候 同時加上一次次 考試分數 探底的打擊 孩子很快就會發現 努力無效 然後他就會選擇 躺平 好 所以呢 我在這樣的情況下 欸 這個是我觀察到的 學科的課堂 那藝能科呢 其實 狀況也不見得好喔 藝能科的老師 在升學主義掛帥的情況下 他其實要花更大的力氣 去贏得 孩子們跟其他學科老師 對他的專業認同 那前面有講到 我是綜合領域的老師 我從以前 就在課堂上 把分組合作學習 跟獎勵制度 融入在我的教學上 孩子在課堂上 每一位都有個別的任務 鼓勵孩子積極參與 所以 我的學生 是非常期待上課的 另外 還有 學校的社團活動 十幾年前 我擔任區域組長的時候 我就發誓 要讓學校的社團 玩真的 所以我努力去拜託 校內外 各種不同專長的老師 我希望可以開出各式各樣 多元的社團 讓每一個孩子 都有充分的機會去探索興趣 所以後來我們學校 每年的社團成果發表 都辦得非常的熱鬧 那 拿掉考試這件事情 你會發現 好神奇喔 學生都活過來了耶 所以 當我變成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的時候 我更加堅持 要讓 創造一個 讓學生 喜歡來上學的 課堂學習環境 老天爺真的對我很好 去年年初 機會來了 我學校的閱讀推動老師 是一個超級認真的人 他很努力嘗試 在課堂當中 融入DFC 所以當他主動跟我提出 想要申請DFC 種子學校計畫的時候 我心裡想 哇 真的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重大獎的感覺 可是 事後回頭想想 我覺得 很多事情 其實明明中 自有註定 如何找到 可以幫你分擔壓力 積極認真的好夥伴 是每個主任 平常就要下的功夫 好 當然 事情不會一開始 就這麼順利啊 好 夥伴 找夥伴 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的這個老師 一開始就丟給我這個難題 請我提出幾個 適合邀請的夥伴名單 還好 我在學校任教的 年資算久 對老師們還算熟悉 所以呢 我很快就跟 我的這位老師 討論出 預計邀請的夥伴名單 然後跟他 一個個 親自去邀請拜託 那麼被我們邀請的每個老師 聽到這個任務的 第一個反應 通常都是 什麼 我上課都沒時間了 哪有空跟你搞什麼DFC 唉 我們當然是拚命拜託啦 拜託拜託 好 那 老師們 也在我們的充分說明之下 我們有講喔 其實DFC 就算 沒有運用在你的學科課堂上面 當你單任導師的時候 運用在班級經營上 也絕對會是很棒的秘密武器 老師們被我們這樣子 好說歹說 這樣子勸的情況下 才一個個點頭 加入團隊 所以老實講 我的團隊就是這樣子拜託來的 當主任嘛 臉皮一定要厚一點 你說對不對 好 那後來呢 我們這群DFC種子學校的老師呢 就共同討論出 屬於我們學校的DFC課程的核心課程目標 我們討論出來的就是 如何培養學生在學習上 願意嘗試的信心與熱情 完全呼應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 面對失去學習自信的孩子 DFC如何作為解方 我想提出來的解方就是 把學習的主導權還給孩子 DFC就是我想向各位推薦 非常棒的典範 帶著孩子充分的體驗感受 然後想像實踐分享四個步驟 老師在執行DFC課程的過程當中 比較像是設計者 陪伴者 引導者 幫助孩子從感受階段的訪談同理 發現問題到想像階段 從受訪者的角度設身處地的去構思解決方案 再到實踐階段 執行跟反覆修正擬定的計畫 最後到分享階段 提供孩子發揮的舞台 給孩子發表的機會 進而擴大DFC課程的影響力 聽起來很酷對不對 還有一個我覺得最棒的地方 那就是DFC的課程 不保證 不要求孩子所執行的每一個方案 一定要成功 失敗真的沒有關係喔 可是重點是 你要如何讓孩子 在失敗的經驗當中的反省 是有意義的 他要去思考如何去調整 改進他的策略 那這些過程都是孩子成長的養分 老師在陪伴孩子執行課程的過程當中 必須不斷的強調 不可以把問題外包喔 同時呢 也要一直鼓勵小孩 老師相信你做得到加油 好 所以 所以 在這個部分 你會發現 孩子 他在 討論 發表 反覆 動手練習的過程當中 他的自信跟勇氣 會逐漸的長出來 我以我們學校的校本課程 你所不知道的東奶奶為例 工業區裡面有很多的移工朋友 老師們希望透過DFC課程的訪談實作 可以培養孩子們對於移工朋友的同理心 所以我們帶著孩子從事前規劃設計訪談大綱 那課後時間呢 我們帶著孩子一同上街頭來進行訪問 你可以發現 孩子是非常緊張興奮的 可是呢 他同時他也很快就覺察到 哇 原來學習是可以走出教室走出校園的 訪談結束後 孩子們會回到課堂上教室裡 發表他們的訪談結果 他們歸納出移工在台灣生活最大的困難 就是這三點 語言不通 宗教信仰文化不同 還有歧視的問題 DFC課程提供給孩子換位思考的機會 讓他們能夠對移工朋友在台灣生活的不容易 感同身受 所以孩子們也在課程當中去思考 那麼我們還能為移工朋友做什麼努力 希望可以幫助移工朋友更快的融入台灣的生活 我們讓孩子使用AI工具 透過像Beam Chat 練習 反覆的提問這些問題 讓嘗試著拼湊出可能的解方 那像是讓孩子設計製作工業區周邊的生活地圖 還有製作台灣文化的簡介手冊等等 這個都是孩子們想出來的尿點子 那你看喔 這些都是孩子們真實的回饋 大家有看到 我想強調一件事情 態度是最難教的 可是 讓老師們願意 像傻瓜一樣 繼續堅持下去 就是因為學生的回饋 讓老師又有勇氣 繼續走下去 我在學校DFC課程的執行上面 看到孩子的學習動機提升了 孩子發現 我做得到 他的自信心增加了 進而回應到的就是他的學習態度 我始終相信 足夠的自信心 才能幫助孩子面對學習的挑戰 當然 DFC也提供給我很棒的機會 讓我可以實現 我心目當中理想的教育藍圖 我希望教育應該是 要提供給每一個孩子 公平的參與機會 給孩子舞台 讓孩子發光 我是桃園市內裡國中 陳秋貝 謝謝大家